你没有发现吗? 毛牛都在恨你 眼督督督的都罢了 然后再给你说你怎么这样 大过年的让老在等着 那这个感觉怎么样? 还不赖 还不赖是吧? 这个只是给你感觉一下 那个牧场上的毛牛 就是你们刚才外面看见的那种模型 那个模型只能算是中等的 也就是一岁多一点点的毛牛 那个毛牛大一点的话 这个牛角也比较吓人 它是不会让你这样牵的 那你只能最多跟在它后面 如果你从它前面走的话 那你绝对不用走路的 它直接把你这样顶上去了 你去骑在它上面走就可以了 这个毛牛承受不起你的体重的 因为这个它只是一个模型 那在这边呢 这位朋友呢 他责得谢谢你 你就这样穿着吧 然后呢 反正放毛牛的感觉也有了 然后呢 你就每天上山给我们家放毛牛了 反正我们家的锁帮这两天 全部都不听话 让他们上山去帮帮阿爸阿妈找一下 然后他们也不干 全部都跑去跟人家去喝酒了 那所以呢 你留下来的话呢 我们家的毛牛至少不会掉了 所以说呢 你现在休息一下 谢谢你们啊 那刚才大家押的是谁呢 是我们家的那个就是 你看嘛 他们全部都在看着呢 其实我们是最后一个出来 大家可以让我看着呢